预防与控制糖尿病 本集糖尿病视频由Diabetes Victoria制作 我们来看看以下各个主题 糖尿病在澳大利亚的影响 您的身体如何利用食物 糖尿病的类型 二型糖尿病的症状和风险因素 如何降低您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糖尿病控制小知识 谁可以协助您 以及您在哪里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我们来了解一下糖尿病 看看它在澳大利亚所产生的影响 2016年的各项研究显示 糖尿病是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疾病 约170万澳大利亚人受糖尿病影响 每天有280位澳大利亚人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 糖尿病显然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降低自身患病风险 并改善健康 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人体如何利用食物 这跟糖尿病又有什么关系 这很重要 我们人体的所有器官 包括大脑 心脏和肌肉 都需要能量来工作 而这些能量就来自于我们所吃的食物 碳水化合类的食物是非常不错的能量来源 当我们进食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时 我们人体将其分解为葡萄糖 然后将其吸收进在体内循环的血液中 我们人体产生胰岛素帮助把葡萄糖从血液转移到人体的细胞里 这样它就能被用作能量 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认识三种主要类型的糖尿病 一型、二型和妊娠糖尿病 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二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是指胰脏照样制造胰岛素 但可能制造不足 或者造出来的胰岛素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一个人处于二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 胰脏会更努力地制造比平常更多的胰岛素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胰脏要努力帮助血糖进入细胞 并帮助人体获得其所需要的能量 如果胰脏内的胰岛细胞持续努力地工作 它们会疲惫 然后制造出的胰岛素就会减少 这样就更难以将血糖保持在目标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二型糖尿病往往被称为渐进式疾病 意思是说它会随着时间而恶化 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人士往往没有任何症状 因此他们可能身患糖尿病数年自己也不知道 有时第一个让他们知道事情不对劲的迹象 是当他们患上糖尿病并发症的时候 例如心脏病发作 视觉出现问题或中风 这就说明了留意各种症状的重要性 例如疲倦感增加 缺乏活力 总是感觉口渴 以及需要频繁小便 其他症状可能还包括 视觉模糊 反复感染 或者窗口和伤口需要长时间愈合 糖尿病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身体 包括对大血管造成损坏 例如心脏 大脑 以及双腿 并且令小血管受损 例如 肾脏 眼睛 双腿 双脚 神经 以及牙齿和牙齦 由于神经和血管受损 糖尿病还可能导致性方面的问题 尽管二型糖尿病不属于单一成因的疾病 却有众所周知的风险因素 某些风险因素无法改变 例如 家族史 年龄 您的出生地 妊娠糖尿病 多囊卵巢 综合症 如果您之前曾患有心脏疾病 或曾经心脏病发作 您可以改变的其他生活方式包括 体重 体育运动 血压 胆固醇 以及吸烟 那么您可以怎样降低自己的患病风险呢? 高达60%的二型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 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人群如果能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能推迟甚至防止患上这种疾病 为帮助您降低患病风险 我们建议您 吃健康的食物 限制酒精摄入 尽可能多活动 健康饮食会让您感觉更快乐 更健康 想变得健康 我们建议您食用不同类别的多种食物 试着多吃高纤维的食物 少吃高脂肪 和添加糖分 盐分的东西 少喝酒 每天尽可能地多做运动 健康饮食就是在您应该每天多吃的食物 和最好只是偶尔吃的食物之间找到平衡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粮食和古物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它为我们的大脑和肌肉提供了能量 粮食和古物类食品可以分成四个小类 也就是面包 早餐麦片 粮食和其他产品 大多数的成年人 每天需要吃三到六份的粮食和古物 那么一份有多大呢 在选择粮食和古物类食品的时候 记得选择全古物高纤维的食品 每天吃这些很有好处 因为比起加工过的品种 它们含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还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饱足感 在澳大利亚 我们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 水果富含纤维素 并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水果是很好的零食 可以带到任何地方 也是甜点的健康选择 每天尽量应该吃至少两份的水果 那么一份有多大呢 所有种类的水果都可以每天食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要吃新鲜水果 如果水果可以带皮吃 就应该带皮吃 因为皮是纤维素的来源 澳大利亚种植的很多种蔬菜和豆类 全年都有供应 重要的是 要每天食用各种蔬菜 豆子和豆类蔬菜 尽量要选择不同颜色的菜吃 淀粉类蔬菜 比如红薯 芋头 木薯或者甜玉米 应该只在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中 占到一小部分 每周尽量至少要吃两份豆子和豆类蔬菜 每天至少要吃五份的蔬菜 那么这有多少呢 每天吃五份蔬菜可能并不容易 但您几乎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喷调蔬菜 把它们当临时生吃 磨碎以后加进意面酱和烤蔬菜 切片以后加进汤里和沙拉 您可以炒着吃 蒸着吃 也可以煮了吃 烤着吃 乳制品及其替代品 富含蛋白质和钙 帮助骨骼和牙齿保持强劲 每天尽量要吃两到四份的乳制品 获其替代品 那么一份有多大呢 全脂乳制品 饱和脂肪含量高 饱和脂肪对心脏不好 所以要选择低脂的产品 使用乳制品 是达到补盖要求的最简单方式 不过您也可以从其他的食物里获得钙质 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 澳大利亚有多种肉类及其替代品 这些食物是蛋白质和铁的重要来源 蛋白质和铁是修复其他肌肉器官和组织所必须的 也是血液细胞健康所必须的 每天尽量要吃两到三小分的这类食物 那么一份有多大呢 在选择此类食物的时候 要尽量选择未经加工的新鲜肉类 想要记住肉类及其替代品的分量大小 有一个窍门 那就是两份就跟您的手掌差不多大 富含油脂的鱼类 比如三文鱼、沙丁鱼、青鱼和飞鱼 富含不饱和脂肪 这种健康的脂肪有利于心脏 尽量每周要吃两到三份这样的鱼 过去可能有人告诉您 要减少饮食中所有种类的脂肪 其实重要的是要摄入正确的种类 这样才能够保持心脏和大脑健康 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风险 脂肪吃得太多 哪怕是吃健康的脂肪也会造成体重增加 所以一定只能够少量的吃 那么少量究竟应该是多少呢? 脂肪是健康心脏和大脑运转所必需的 它在身体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包括帮助身体吸收一些维生素 同时也是细胞B的组成成分 您知道吗? 补充水分跟吃的健康一样重要 而且水是饮料中的首选 我们建议饮酒的人 每天饮酒不要超过两个标准饮用量 而且每周尽量要有几天滴酒不沾 一个标准的饮用量是多大呢? 如果您有糖尿病 再使用胰岛素或者某些种类的糖尿病药 饮酒会导致您血糖水平下降 您需要咨询医生了解饮酒是否安全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健康饮食的要点 吃推荐分量的每类食物 这比你想象的要简单 我们来看看要怎么做 吃3-6份全穀物或者全麦粮食和穀物 吃2-3份的瘦肉或其替代品 吃5份或5份以上的蔬菜 豆类蔬菜或豆子 吃至少2份的水果 还有吃2-4份的低脂乳制品或其替代品 那么如何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 组成一日三餐呢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 因为它在一夜的休息之后 为身体补充了所需的能量 早餐应该包含一些高纤维面包 麦片或者是穀物 为了让身体有支撑整个上午的能量 不妨在早餐中加入一些蛋白质 比如低脂乳制品或者是鸡蛋 再加上一些水果蔬菜 让饮食变得均衡 跟早餐一样 其他的几顿饭也应该富含纤维素 包括蛋白质 大量的蔬菜或者是沙拉 还有一些豆类或者是全穀物的食品 一部分人最好在正餐之间吃点小零食 这样就不会太饿 也不会吃得太多 健康的零食含质量低 添加糖分少 而且富含纤维素 一部分食物和饮料 不属于五大食物类别 不是健康饮食必备的成分 最好是不要碰这些食物和饮料 不过您可以在特殊场合少量的享用 暴饮暴食 哪怕吃的是健康食品 太多也会导致体重增加 减少三餐的分量 是维持健康体重的最简单方法 如果把盘子分成几块 尽量要做到半盘食物 是非淀粉类的蔬菜或沙拉 蛋白质应该占整盘食物的四分之一 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另外四分之一 在餐馆吃饭或者买外卖食品 适合偶尔为之 卖外卖的时候 尽可能地应该选择健康的食品 最好是少吃外卖 您或许可以在特殊场合享受美味 但是每周不要超过一次 喷调方式跟食物种类的选择同样重要 尽量要用减少三餐脂肪含量的方式来喷调 如果有任何糖尿病或健康饮食相关的疑问 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维州分会 为您提供了免费保密的电话顾问和支持服务 您可以拨打1300-136-588 咨询糖尿病护士辅导员 健康师或者是宣传人员 在维多利亚州的人 可以拨打多种语言的糖尿病信息热线 1300-801-164 或者是拨打免费的KURI糖尿病信息热线 1300-KURI 请注意这些不是紧急服务 如果您迫切需要建议或者需要帮助 请拨打000 请切记 通过以下这些简单可行的小步骤 就可以做到健康的饮食 少吃饱和脂肪酸 多吃健康的脂肪 少吃添加糖 每天多吃不同颜色的水果和蔬菜 多吃高纤维食物 少吃盐 少喝酒 以及多喝水 还要想想如何让您的家人也参与进来 因为健康的饮食对整个家庭都很重要 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 保持运动也很重要 体育运动对健康和体质很重要 无论您是否患有糖尿病 我们建议您尝试每周进行2.5-5个小时中等强度的体育运动 或者1.25-2.5个小时剧烈的体育运动 您也许还想尝试把中等强度和剧烈的运动结合起来 请在您能力所及或在与您的医生确认后才参加剧烈运动 我们还建议您每周至少进行两天的肌肉伸展运动 请切记 您的运动方式可以有许多种 只要是能让您动起来的事情都是好事 在您的日常活动中加入各种伸展、力量和平衡运动是有好处的 伸展运动可包括太极、瑜伽或普拉提 力量运动可包括负重训练、下蹲或抗组训练 平衡运动可包括瑜伽、单脚平衡站立或座椅运动 为帮助您从运动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我们建议您 把运动细分到一整天进行 以不同的方式运动 向您的医生咨询您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 与朋友一起运动 还有 要开心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帮助您降低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并改善您的整体健康和体质 吸烟可增加与糖尿病相关的严重健康问题风险 戒烟可让您的健康大为改善 虽然无论在什么年龄 戒烟都将使您的身体受益 但戒得越早 您的受益就越多 做好戒烟的计划 同时取得您的医生 戒烟热线 以及您的朋友和家人的支持 您戒掉的成功率将提升 我们来回顾一下各个要点 并花点时间思考您如何在生活中实现以下各种变化 享受健康的饮食 不好饮 尽量多活动 不要吸烟 以及定期体检 对于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人士 控制糖尿病包括确保让血糖水平 胆固醇和血压尽量靠近目标值 我们建议您 经常检测血糖 每三至六个月进行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抽血检查 看所反映的糖尿病状况 在开车前检查您血糖 以及 如果您感到不舒服或者您的血糖高于15 就要去看医生 为帮助您控制糖尿病 我们建议您 每年进行一次胆固醇检查 每三至六个月量一次血压 如果您有高血压 就要增加检测次数 每两年检查一次眼睛 每年检查一次心脏 至少每年检查一次肾脏 要检查肾脏 重要的是同时要进行咽尿和咽血 每天查看您双脚 至少每年去看一次足科医生 或者在需要的情况下增加次数 留意您的牙齿 至少每年去看一次牙医 或者在需要的情况下增加次数 查看您的糖尿病计划 尽管您每天都可以做许多事情 帮助您降低糖尿病患病风险 或者帮助您控制糖尿病 有时候您仍然需要健康专业人士的帮助 在这些时候 我们会鼓励您与以下人士交谈 您的医生 糖尿病护理教育者 营养师 足科医生 牙科医生 您当地社区的健康中心 或者Diabetes Victoria 您可选择许多经济实惠的办法 去看您所在社区的营养师 或糖尿病教育者 我们建议您跟您的医生交谈 以便了解更多信息 只要获得适当的支持 即便身患糖尿病 您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在Diabetes Victoria 我们向具有患病风险的人群 和糖尿病患者提供各种计划 这些计划包括 预防计划 控制计划 书面 音频和视频资源 以及 Diabetes Victoria的网站 www.diabetesvic.org.au 我们的许多资源 还备有多种语言版本 如果您对糖尿病 有任何疑问 需要帮助寻找资源 或者只是需要一些支持 请拨打1300-801-164 联系Diabetes Victoria 与一位说您的语言的人士交谈 当您拨打这个电话时 请务必用英文说出 您优先选择的语言 然后请耐心等候 因为连线口译员 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NDSS 即 National Diabetes Services Scheme 全国糖尿病服务计划 还有许多福利可供您考虑 例如 免费的信息和支持 用于监测血糖水平 可获资金补助的试纸 免费的胰岛素注射器和笔试注射针 以及 可获资金补助的胰岛素泵设备 我们鼓励您加入NDSS 并在您的社区里推广其服务 注册和资源均为免费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的网站上有宣传手册可供查阅 www.diabetesvic.org.au 或者您可以浏览NDSS的网站 www.ndss.com.au 感谢您观看本集关于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视频 如果您对本视频或我们的计划及资源有任何意见 请告诉我们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反馈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